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81项由土石流冲进三户民宅 基隆市政府连夜将灾民撤离 安置在饭店里面 基隆市长林又昌前往慰问并且承诺 基隆市政府会全力救灾协助处理后续问题 希望受灾户安心 基隆市长林又昌特别给这位 软软街受灾户一个大大的拥抱 安抚他的情绪并送上红包压压金 住在软软街281项的黄林美佑 回忆当时土石流冲进家里的恐怖情况 还心有余悸 甚至忍不住哭得出来 直说太可怕了 我怕就怕死了 水到土石流冲进外面 我跟他们说 整成人挹头去 整成人挹头去 去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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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暖暖區公所撤離受災住戶的當地暖暖里里長陳建興表示 目前遭到土石流侵襲的有3戶 由於災害發生地點的金如意社區約住有56戶 陳建興呼籲金融市政府加強災後復健工程 維護地方居住安全 對此金融市長牛昌表示 等雨室停了就會展開災後復原工作 針對後方邊坡整治問題 他也向受災民眾表示金融市政府會全力協助 這個都有標準的一個作業程序 我們現在其實今天一大早 也有請國軍的弟兄來做支援 那需工作還有市政府這邊也已經都介入 那只要等到這個雨室停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展開相關的一個復原的工作 那因為沖入家戶的這個邊坡 它是屬於私人的一個財產 所以我們後續還要跟私人的地主 來做進一步的一個協商跟處理 除了暖暖借281項3戶住戶 金融市政府10月16號也預防性 並撤離暖冬里紅色警戒範圍的5戶15人 並安置在北都飯店 將等現場安全無餘 再由暖暖區公所人員護送回家 記者張旗藤金融報導 在暖暖街281項 更有3戶發生邊坡土石衝進家裡面的情況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 也是立法委員蔡世映 立即投入救災行列 邀請基隆市政府相關局處 以及大地技師和軍方人員到災區會堪 尋求後續處理方法 希望協助受災民眾早日重回家園 穿著雨衣 才是因牽著受災戶的手 詢問最急需處理的地方 受到泥沙颱風帶來的豐沛雨量影響 位於基隆市暖暖街281項這3戶 因為大量的土石衝進家裡 以損失慘重 由於雨勢不斷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 激勵法人蔡世映 立即邀請消防單位 與大地工程祭司代表 到現場會刊 希望阻止災情繼續擴大 誰要先把他截亮 然後我們就 他基本上他這個 目前崩落的地方 大概可以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在 我們大概有一層樓的 這一個後方庭院 這邊有個土地的飛機 再來就是局部的一個 潭流的一個土 鹽塊 還有一些土壤的一個 分化的一個潭流土 在我們撥蜜上 所以清衛有這兩個部分 水先結之後 然後我們開始清理之後 再做後面的一個促進 跟一個撥蜜的保護工作 在大地工程祭司代表說明後 蔡世映也詢問 金融市政府財產發展處 與軟軟區公所等單位的意見 最後決定先阻止雨水 再滲進邊坡 避免土石繼續滑落 等雨勢和緩 再由軍方進駐進行清理 包括我們聯恩典 聯益議員跟王顯正 王議員大家都非常關心 這次的災情 那其實在昨天晚上 區公所這邊就已經 非常第一時間 就已經把相關受災戶 都轉移到其他安置的地方去了 那早上其實軍方有先初步來看過 那我們今天來 其實要確認整個的工作程序 那剛才我們的大地祭司 講得非常的專業跟清楚 就是說按照他現在的現場的會刊 因為他在最上方 有含有豐富的水分 他覺得如果沒有先把水流導引掉的話 我們在做災害搶救 是徒勞無功的 所以他們的建議就是先做一個 先用那個帆布先把它擋住 避免繼續吐石流 這第一個 第二個等到雨小了之後 大地祭司這邊 會跟區公所的部分 先把上面的這個引流水道做好之後 再交由請軍方 來做後續的協助來清理 那這樣子能夠清理完畢 盡速讓我們的受災戶 能夠盡速的回到家園 那可能是要看這兩天 雨勢比較小了之後 才有辦法來做後續的一個狀況 那我會請區長到時候 再跟我們的受災戶講 讓他們能夠清楚的了解 那我想這個之後 包括軍方 包括區公所 包括我們大地基市這邊 都會很馬上來做後續的處理 至於後續邊坡整治部分 由於涉及私人土地 蔡世英強調 會配合基隆市政府 共同與地主協調 希望能尋求徹底解決的方法 保障住戶居住安全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基隆大風雨不斷 基隆市議會議員們 依照既定的議會行程 到位在七獨區馬林的寵物銀行考察 耗資9000萬元左右的寵物銀行改建工程情況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表示 年底前可以完工啟用 受到颱風及東北季風共辦影響 基隆大風雨不斷 基隆市議會議員們 在基隆市議會議長蔡旺蓮帶領下 依照既定的議會行程 由基隆市政府秘書長黃俊毅 和產發處長等人陪同 到位在七獨區馬林地區的寵物銀行考察 基隆市政府耗資9000萬元左右 改建寵物銀行工程的情況 寵物銀行變成一些棄養的 一些流浪狗之類 他們何去何從 他們的這個居住的處所 我們收容的處所 到底現在中央已經給我們將近 包括我們地方配合款 將近1億元 這個是相當多的一個經費 要做我們就應該把它做得很好 那這個雖然不關民生問題 可是這是我們應該要去尊重 其他生命的一個義務 我們所有的議員非常關心這一塊 所以今天風雨很大 可是我們還是很多議員來參與 今天這個專題考察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長 向議員們報告表示 今年底前可以完工啟用 我們預計在下個月的時候 那工程做一個收尾 帶一個進度 那我們會送死照 那死照通過之後 就會開放來啟用 最有可能是在11月 年底之前 年底之前會開放啟用 不過家裡面也有 飼養毛小孩的議長 蔡旺蓮非常眼尖 就點出來新的寵物銀行 大小犬舍的設計不良問題 就是犬舍空間雖然加大 讓收容在裡面的浪浪 更加舒適 但是小型犬最下方欄杆空隙太大 容易讓小型犬一翻身 就溜出來 需要改進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受到颱風及東北季風 共辦效應影響 基隆市風強宇宙 襲擊七獨區泰安路 造成邊坡滑落貪方 交通一度中斷 受到颱風及東北季風 共辦效應影響 基隆市大雨不斷 七獨區泰安路也傳出 至少兩處邊坡滑落貪方的災情 交通一度受阻 我們泰安的民眾 來通知說我們這邊 土石流探方 最上面最嚴重 還有大石頭 還有整個山上的土石都崩落 民眾 車子都過不去 希望有關單位 現在已經通報 已經通報我們這邊的採用 派出所 還有通報我們的那個 七公所 希望說七公所 盡快派人來這邊處理 協助處理 基隆市議員蘇仁和特助 林昆明表示 經過市政府相關單位搶修 目前大致處理完畢 剩下一處需要再規劃災後復健工程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壽山路市長官邸 對面一棵老樹突然斷裂 樹幹傾倒在車道上 幸好當時正在巡邏的東光鎖警車 及時發現先拿鋸子鋸斷樹根 同時通知市府相關單位處理 而原警主動排除事故 也讓基隆市議員呂美玲 以及何淑萍相當的讚賞 三公尺長的粗大枝幹 硬身斷裂 直接橫躺在道路上 巡邏遠景見狀 趕緊移至路邊 眼見樹幹擋住一個車道 遠景二話不說 從警車上拿出鋸子 先把枝幹鋸斷 讓車道敞通 為什麼車上會有鋸子 不是啊 最近颱風天比較多 這幾天剛好有遇到類似的案件 所以這個車上就準備了幾次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 和東北激風的影響 基隆大雨不斷 壽山路市長官邸對面一棵老樹 17號中午突然斷裂 好在當下沒有砸到車輛 不過斷裂的樹幹就橫躺在車道上 佔據一個車道 正好巡邏的東光鎖遠景 趕緊下車排除 他們的動作非常快 因為我們那時候路經過 我們想說為什麼警察還在那邊 砍樹啊什麼 原來那樹倒下來了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鋸 然後我們說 為什麼要趕快鋸 通報不就好了嗎 他說因為怕影響交通 所以呢 他們在通報之前 要趕快也一邊通報一邊鋸 然後呢 趕快排除路障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的警察 這幾天這個大雨不斷喔 然後在市長官邸這邊有幾棵路樹傾倒 那也非常感謝這個警察來先把這些樹先鋸掉 然後現在我們這個公園管理科有請這個外包廠商來處理 那大概有大概一頓多的這個樹木 那也請這個人跟車輛經過這個地方了之後 請小心慢行 本所遠景於17日巡視轄內風災時 於壽山路段見路樹斷裂佔據車道 經初步查看所幸未波及人車 因近日風災場域路樹斷裂 所以本所自備巨子放置在巡邏車上 同仁如魚段樹殼先行排除 並同步通報相關單位接續處理 市長府公園管理科委外的廠商使用道場 利用電鋸分解交出的資幹 收到通知也要現場 那個遠景已經有來幫我們 就是先把安全處理就對了 然後現在我們就開始要施作 就是把數據全部縮短 然後飛機物運走 泥沙颱風帶來好大雨 基隆陸續傳出的災情 好在這一起陸樹傾倒意外 遠景主動積極排除 一個小時內讓交通恢復順暢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此雲寺耀士佛店歷經兩年策劃開光啟用 耀士佛大殿內設有神佛尊相 壁獨 木科解王等灰紅莊顏 不少信徒專程前來點耀士佛燈 祈求身體健康消災嚴壽 歡迎民眾來自一次藥樹佛店 參拜感受髮型 辛苦了 李總要租的五台車應該準備好了吧 哇 聲音這麼好 咦 今年下半年營業用車輛使用牌照稅 繳了嗎 放心 只要使用行動支付或電子支付APP 掃描繳款書上QR Code就能輕鬆繳納 還有其他醫化及多元繳納管道都可以繳稅喔 多元繳納管道正便利 111年營業用車輛下期使用牌照稅開征 智慧繳納看安心 民國97年才開始啟用的此雲寺大悲殿中 供奉了由中國名師取習於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為遵四面佛祖 雕工極為精細 信眾參拜完大雄寶殿後 不妨進到大悲殿 一窺四面千手觀音菩薩的獨特樣貌 基隆市議員莊景田在市長市政總質詢時提出 多項基隆重大建設的進度問題 對於基隆捷運和市政大樓問題 更是多所質詢 基隆捷運的建設 這幾年是最有進展 環境影響評估即將完成 然後接下來在明年的一二月左右 應該是綜合規劃就可以定案 那這就是捷運建設兩個最大的關鍵 環境影響評估通過 綜合規劃通過 大概基本上就全部都 都都確定 捷運啊 我想我是相信你了 可文哲又來了 我也不相信了 但是這個跨縣市 三個縣市的重大工程 工程更需要 更用心 才能夠解決 第二個 就是市政大樓 市政大樓 從109年 提案 通過 一千兩百五十萬年的經費規劃 到去年的一百一十年的十月八號 跟一百一十一年的一月六號 兩制的評委 都沒有如期能夠在這個說明會完成 那表示這兩個工程 這兩個工程 是不是在你卸任之前 能夠真正把規劃完成 把它定案 因為市政大樓說實在 這麼多的錢 我不知道 下一任的市長能不能提到 市政大樓這幾年因為 這兩三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說實在受到很大的影響 因為這個案子這麼大 委員 他不同意開這個線上的會議 他必須要開實體的會議 來就整個的一個招標 或者是說他 我們現在是在做前期的一個淨途的一個 現在的一個階段 那當然這個市政大樓 這個要看後續的這個市長 他的一個想法 不過在我們的任內 我們就是盡量把原本 跟議會報告的這個進度跟期程 然後把它往前面來做推進 那市政大樓還是一樣 如果到市長這樣講 規劃沒有完成 下一任我比較重 這個重要的是經費的來源 所以因為你任期就要到了 規劃也還沒有完成 所以可能要留待下一任 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想公車修理場 在未完成開工之前 是不是可以提供部分 讓這個計程車司機 有一個慣習休息的地方 那我後續再詢問清楚之後 因為時間太久了 我在跟專業員做答覆 基隆市立仁愛之家養護大樓 現在有125位長者居住 由基隆市政府委託健康長照社團法人經營管理 由於缺乏電動床 因此國際獅子會300A2區 特地聯合捐贈30張 價值84萬元的電動護理床 幫助長輩們 我希望是希望 代表我們這裡的同學 我們這裡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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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希望 住在基隆市立仁愛之家 養護大樓的長者 對於有電動護理床 可以使用非常開心 也非常感謝 國際獅子會300A2區的愛心 由於缺乏電動護理床 因此國際獅子會300A2區 特地聯合捐贈30張 總價值84萬元的電動護理床 幫助長輩們 剛剛有講 這是屬於F區 但是我們做愛心 不限區域 哪裡有需要 哪裡就有獅子人 這就是我們發揮 我們獅子的精神跟主意 那我們也希望讓長者 可以在這個很開心的 在生活上可以治理 因為他自己能夠自己活動 身體就更健康 就更長瘦 我覺得讓他在一天 有至少八個小時在床上 所以如果這個床 可以帶給他很領悅 很開心 他要起來 他就可以自己起來 我相信可以 不僅讓他們心靈快樂 也減少照顧人員的辛苦 因為照顧人員 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事情 對於國際獅子會300A2區的 愛心捐贈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副處長 若文章 代表基隆市長林宥昌 感謝和肯定 因為我們的比例 大概就是 一個服務員 可能照顧八個 你一個第一位 要向我台北的時候 那個時間可能要拖得滿長的 今天我們有電動船 跟手動船 最大的差異就是說 長輩他可以自己操作 按鈕操作 他想要拿高的 他自己立立就好了 不用 也不用 也不用照顧員 一個一個給他 第二個 照顧員事實上 我們不要看老人躺在那邊 你要移動他很困難 不容易 你如果沒有寫過 專門 這個照顧員技術的訓練 拿到那個 你還不見得會還 所以說 有這個電動船 有好處就是說 長輩他可以自己來 做自己想要的這個知識 自己想要的知識 可以透過自己來操控這樣 若文章進一步表示 仁愛之家養護大樓市基隆市 唯一公設民營大型住宿市的 長照機構 之前基隆市政府委託 橫安集團經營管理 現在則是改委託 健康長照社團法人經營管理 服務近半數經濟弱勢長輩 營運超過20年後 設備老化損壞更為明顯 特別是機構內230張 手動照護床已經使用多年 感謝有外界的支持 讓泰患率加速達到45%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進入秋冬季節 如何因應新冠病毒和流感 以及肺炎鏈球菌等多重疾病的危險呢 醫生特別呼籲 高感染風險族群 可以透過疫苗接種和戴好口罩 來保護自己 在邊境開放 流感提前報到等不利的因素下 醫師指出 民眾要盛防新冠病毒 流感與肺炎鏈球菌的合併感染 所引發的肺炎與併發症問題 那今年 今年有兩個不利的因素呢 一個就是流感找到 這代表今年會大流行 另外一個 目前的型別是A型 每一年來的型別可能是A可能是B 那可能是A 還分H1N1跟H3N2 那如果那一年是H3N2 那一年一定會大流行 因為H3N2的突變速度是最快的 而且H3N2的致病率是最強的 就是得到H3N2重症的發生率呢 是B型的1.5倍到2倍 而是H1N1的差不多也是1.2到1.5倍 所以今年流行H3N2不是一個好現象 那代表今年的流感會變得比較嚴重 流感分A跟B A又分H1N1跟H3N2 那他們的突變速度呢是H3N2最快 第二名是H1N1 第三名才是B 所以當H3N2回來的那一年 就代表這個病毒已經突變很多了 所以呢你以前打得過的那幾次流感都失效了 你以前打的疫苗基本上也失效了 所以那一年的H3N2呢 重症跟死亡人數就會增加 而且H3N2有一個特點就是 一般流感是死亡大部分是成年人老年人 小孩子幾乎是不會死的 如果流感那一年有小孩子過世的話呢 就是大年 就是那一年是嚴重的 那通常是H3N2那一年才會有小孩子過世 所以反正以前的經驗告訴我們說 你看到H3N2那一年你要特別小心 你一定要把疫苗打好 而且今年的好消息是 今年的疫苗是有拆對病毒株的 就今年的疫苗裡面H3N2是拆對的 所以你既然去打疫苗呢 你的投資報酬率會更高 今年不利因素第一個就是病毒來了早嘛 九月就來了 第二個來的是A 而且是A裡面的H3N2 所以這是第二個不利因素 第三個不利因素是我們要開國門 開國門其實是一個最大的不利因素 因為以前鎖國門的時候流感是進不來的 流感的潛伏期很短 你一旦鎖七天流感他們就進不來了 所以今天第三個是開國門 第四個的不利因素是 我們都已經防疫疲乏了 大家都覺得疫苗打太多了 有一種厭戰的心理 所以我們最主要就是要 要把大家的厭戰的心理去除 就你還是要為了自己的健康 而且為了家人為了朋友 還是要把疫苗打好 李慶雲兒童感染暨疫苗發展 醫學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也是台大小兒感染科的主治醫師 黃立民 與台灣胸腔暨重症 加護醫學會理事長王賀健醫師 以及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理事長 黃建寧醫師 特別提出三房四族 三房就是預防新冠病毒 流感病毒及肺炎鏈球菌 四族則是特別提醒慢性病患者 尤其是糖尿病與煙腔族 外出族 以及65歲以上有慢性肺病 曾經確診過新冠的民眾 要積極跟醫師諮詢疫苗接種 來做好預防措施 其實我們肺部的一個很重要的 評估的指標就是肺功能 那當然我們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 有些人的肺功能已經受損了 所以他對於這些感染 不管是病毒感染或是細菌感染的 造成的傷害就會很大 那我們很多醫生上看到這些肺阻塞的病人 他的肺功能已經比正常的來得差的時候呢 他得到一次的感染以後呢 他可能要需要半年才能恢復 所以這樣對病人的生活品質影響很大 同時呢他也增加他呼吸衰竭的危險性 那這些病人得了以後就會 因為呼吸衰竭進到加護病房 那死亡率就會很高 那在這個COVID-19的這個流行的這個狀況之下呢 其實我們這些高風險的病人啊 我們都很早就已經 不管是我們在我們的臨床指引啊 或者在這個大眾媒體上都有去宣傳說 這些病人是要第一優先去打這些COVID-19的疫苗 但是不要忘了在這個秋冬季節 或者我們今年的這個可能會大流行的這個流感的狀況下呢 這些病人也要早一點去打 那我們的病人常常教育他 他們可能就在10月1號一宣布就打了 那接下來就是因為這些病毒感染以後呢 常常激發性的細菌感染是以肺鏈為主 所以我們肺炎鏈球菌的這些疫苗呢 也是需要很早的時候就要告訴他們要去施打 尤其在這些高危險的病人 那我們現在不管是流感或者是肺鏈疫苗 都是蛋白疫苗或者是多糖體疫苗 那他這個是比較穩定 而且他產生的免疫的這個作用呢 是比較不會這麼不像 我們這個mRNA疫苗是比較新的疫苗 所以產生了非常多的打完以後的一些反應 那傳統上我們打這個流感或者是肺鏈呢 其實一手打流感一手打肺鏈 你同時打也沒有什麼問題啊 你就可以知道他產生的免疫的這個強度啊 不會這麼激烈啊 他是慢慢慢慢產生的 所以有時候這個 比如說我每年都打流感啊 對那打上去也都還好啊 糖尿病患者啊 基本上如果血糖沒有控制好 或者是有合併 其他的慢性變化症 或者是共病的話 基本上他們的抵抗力免疫力 都是比一般沒有糖尿病的人 是要比較低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就變成是我們的所謂的 失去性的感染 這個肺炎面球菌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感染源 所以我們呼籲有糖尿病的患者 在糖尿病的醫生當中 應該要打滿打好這個肺炎面球菌的疫苗 就是目前已知所有的呼吸道病毒裡面呢 會變發細菌感染 最有的兩個病毒 第一個就是流感 第一個就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那這兩個病毒呢 已經被知道說 他們變發細菌感染的機率是最高的 那甚至他們呼吸道融合病毒 跟流感是不相上下 那今年兩個都同時流行呢 就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因為這兩個病毒都會變發細菌感染 那變發細菌感染來講呢 最常見還是肺炎面球菌 所以今年就是這些都要去防患 我們一直講 口罩是要戴到明年春天的 口罩是不太適合太早拿掉 因為口罩是 投資報酬率最高的一個防疫措施 而且最便宜 所以大家還是要把口罩戴好 面對病毒可能合併感染的風險 醫師呼籲高感染風險族群 主動與醫師討論疫苗施打 並戴好口罩 以安然度過疾病的威脅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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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怎麼講 怎麼講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嗎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 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中家寬屏 怎麼講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講咯 不能講 那就快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大家必知為恐怖級 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分享前再想一下3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分享前再想一下3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